各位观众,又来我设计歌,又跟大家出去一下水 最近大家都相信找到不少钱,因为亚运有个项目叫足球 足球分男子女子,最紧要有国家队出战,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当有国家队出现时,就有中国没有穷人,你永远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不要经常说你自己穷,没有钱花,你只要有国家队一天踢球 尤其是男子足球队,大耳窿你都要拿一条数,尤其是足球那种玩法 原来,真是,射的很少得好像,真是,大乡你出射 原来他分半场,一场过关都可以的,譬如说,你可以上半场 中国先入球,又或者买上半场入2.5球以上的 即入3球以上的,这样就算是赢了,又可以说上半场 就算是谁先,谁先赢了,这样就已经,然后踏半场大比数 然后踏下半场,究竟入哪一球,这样一场可以去贯穿 只要有中国队在这里,尤其是你看中国的龙门 这个是一个好人来的,运财同志来的 那你这个,即是你这帮友姐经常跟我四哥打电话 即是这个whatsapp,四哥,师傅有什么办法 可以斩一条穷根,要做什么福德,我说,你看球就行 sorry,你买球就行,买球就行,买球倒钱的东西,不对的 中国队哦,国家队哦,你这样都不会买, 不,那就抵你死了,抵你穷了,不就好像我那样 不赌钱,带精工,穷到洞,是不是呢 即是,很好笑的,当然啦,在亚运那个比赛 国家队的男资足球队和女资足球队,纷纷出局 我就如丧巧屁,忘记了,阿豪咯,整天打电话来,烦着我咯 哎呀,这人真是豪师傅心底不好,嫌我,嫌我有钱过去 即是怕我有钱过去,啊,真是,拗了头,有时抽他 整天我的眼眉眺,你两人应该有财到我家的皮丘, 我发梦都见到,喂,主人,喂,你发咯,啊, 啊,肯定是,心水不灵,原来才想起,哎呀,这件事 是昨天踢那球,中国对哪队,女足,好像是对日本 上半场输4比1,下半场是4比3追到,其实挺好 即是,第一,有入球先,第二,喂,输一球而已,打到最后 如果再打多90分钟,纷纷赢多三球,不就6比4,不行, 不行, sorry,不行,5比4就行了,不可以6比4,真是很敏感的, 是不是真是,真是拿命,蓝竹更过瘾,蓝竹今年 亚运练真的可圈可点了,真是, 即是中国队是这样,输给南韩或日本,日本输给, 中国蓝竹输给日本,不是日本,韩国输给韩国, 连炮赛国输给韩国,连炮赛国输都难说, 人家有人心吃,你是吃假人心,那真是差点的, 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我们香港人戴伟俊, 即是这个,一听足球姓戴的, 以为个个都是戴智慧足球小将,我们从小看到大, 什么冲力射球,猛虎射球,什么可以出生, 这个人好东西,救我国,我不做香港人, 我要做中国人,伟大,因为你说中国队,国家队, 出生机会大过你香港,香港队就是垃圾, 那是的,香港人是不争气的,你看, 你看捉种香港联赛比赛,大佬真的,机关枪打完观众席, 打不到人,好心你支持香港国足,香港足运, 这些香港人真的要自我检讨一下,这些东西,好死不死, 西亚一个足球劲女,伊朗,好劲啊伊朗队,真的好劲啊伊朗, 不是差的,这次香港一尾够运的嘛,一比零赢了, 赢了,农门那天真的打得好,农门真的打得好, 伊朗,其实伊朗真的把握不了,其实应该香港要输的, 就算不输,我当时几惊,外交部打电话给伊朗,外交部那些人, 喂,伊朗,你借了两球,马上打电话叫香港队,喂,农门甩手好, 这个伊朗是我们兄弟国家来的,你怎可以赢人,真是害怕, 哎呀,谁知九十分钟,一比零,香港队历史上入八强四强, 四强啊,即是今晚,今晚是星期三,今晚对日本, 即是说真的,在情绪上,我们肯定是支持香港队啦, 但日本真的很劲的,日本很劲,如果你说这个题目, 因为日本队我真的看着它,真是强大的, 我们小时候,日本有一队球队叫三零, 刚刚那时候叫七十年代,发展足球, 他们来香港有仪赛,很记得叫什么叫三零呢, 来香港一队球叫东升,霍英东搞的, 他们搞这队东升出来,就对抗南华, 当时南华就是国民党,亲国民党, 你知道阿爷,有你,我就一定要拆针,见逢拆针, 你的南华,那时候南华是劲女,坏人斑霸, 能够跟南华砌的,当时狗巴,精工,那些, 精工很多外援,手引王畅山搞的, 引入外援在泰国华侨,霍英东呢, 是说不行,我们中国人当然搞到中国, 所以叫东升,好像东方熊那样的意思, 日本队特意过来挑战东升, 刚刚那时中日建交,七一七二那时, 我很记得的,那时叫三零部队, 就来到香港,就跟东升赤, 东升那时是中等的球队来, 结果那天赢3比0,所以叫三零我小时候, 我印象很深的, 那时日本人在哪会踢球,很差, 但为什么人家经过三世十年的发展, 现在多厉害,亚洲最强那样, 日本都亚洲最强,起码人家打一个世界杯, 赢过德国,德国,世界杯捧过几届自己打, 赢,最近上次有仪赛赢4比1,国家队,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有朝一日, 赢到人七个一皮,最好赢美国队, 第二个可以有仪赛,美国队一定狂数他, 现在两点多钟,发梦可能早了少少, 但有梦最尾,希望相处, 这个戴卫俊不入香港队,结果香港队是入, 他不入香港队最主要原因是, 增加参与国际赛的机会, 想享多,享多好像李铁那样去曼联踢球, 找真人, 年轻人真是年轻人, 坐不定的,好歌无缘, 结果国家队呢,中国队又惨吞南韩三弹, 炮菜佬这期跟中国不是那么友善, 脚下不留情,是这样守你三弹, 香港都是赢了,结果记者问, 问我大俊卫有没有后悔入国家队, 为何留在香港队你就可以踢四强了, 你就这么多了, 扯大卫俊, 年轻人真是年轻人, 你们有些体育精神嘛, 这国家发小难剎, 焖嘴焖面, 忍口冤面连着新年走, 何必呢早知道今天, 好今晚最近香港对日本, 我看球我们是个很少赌练球, 只 hedge打了香港影响, 看得很好然后是尽力的, 希望优福有奇迹吧, 我们都说, 了球是完的啊阿淑闔… 不同的民正会完结, 都不知發生什麽事, 或者日本仔見你香港仔那麽friendly放下水呢, 不過這些事我覺得看的心態是開心點的, 不用一定去賭的,當然有國家隊例外, 因為這個是財神,財神都, 那你不買,你沒了願的,是吧?